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我们的男主水哥蹲在路边无聊的等着车 看到车来时欣喜若狂 急忙招手喊停 随后提着行李走了上去 车内寂静无声 水哥风趣的和小花聊了几句 使车内的气氛不再显得压抑 这时道路中间又出现两人 一个人捂着肚子 一个人焦急的白手把车叫停 好亲的小花打开了车门 没想到这两个人竟是劫匪 他们抢劫了车上所有人的钱 其中一人站起来反抗 但是被劫匪暴揍一顿 只能默默地选择交出了钱 但是下车之前 为首的劫匪却盯上了小花 并强行把他拉下车 往远处拖 小花强烈反抗 可耐不住劫匪的拳打脚踢 使他无力反抗 此时水哥看不下去了 说着就这么看着吗 一个中年男人刚想站起身 但被老婆一把抓住 中年男人只能默默坐下 车内安静地出骑 所有人都选择视而不见 水哥犹豫了一下 跳下车去救人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小花被他们欺负 车上的人此时有了反应 但并不是去救人 而是趴在窗前看着热闹 而面对有刀又强壮的两人 势单力薄的水哥还是寡不敌重 直接被劫匪推倒在地 腿被捅伤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劫匪伤害着小花 衣衫不整的小花回到车上 看着那些冷漠的人 他的眼神充满了绝望 此刻他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而车上的玩具狗也在点着头 似乎赞成他的决定 随后 水哥一蹶一拐地走了过来 内疚地说着对不起 关心着他的伤势 小花却冷冷地将水哥赶下了车 水哥直接懵了 自己挺身救他 却遭到了这样的待遇 小花直接扔下行李 开着车继续前行 郁闷的水哥终于又搭上了另一辆车 在路上忽然被后面行驶的警车超过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他下车来到了事发地点 令他没想到的是 刚才的44路车发生了车祸 车上的人无一生还 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 小花为什么赶他下车 因为救过他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善良的他有资格活下去 而那些冷眼旁观的人 却只能陪着自己永远地沉睡下去 也许我们不能做到十全十美 但是我们可以尽力去阻止那些黑暗 也许一个不经意的举动 却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车44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